基隆一名网友在网上po文 90岁的外婆17号凌晨2点到医院洗肾 确诊阳性反复发烧 在医院急诊门口等待 当时外面下着大雨气温又低 却只能在一个没有任何遮蔽物的露天场所 吹风淋雨 这篇贴文让网友们看了好心疼 纷纷留言 好心疼奶奶希望可以被改善这些问题 天哪真的很心疼 这就是蔡英文政府说的共存 医院回应这名女士17号凌晨2点02分到医院 15分钟后医师就完成诊疗 同时进行PCR检测并等候结果 17号下午1点51分收治住院 这段时间同时进行给药抽血 因为是洗肾的重症患者 符合收治的紧急标准 医疗作业上并无延迟问题 记者实际到医院发现 其实许多长者们都遇到类似状况 原本在病房治疗 却因为附近病人确诊被匡列 遭院方移到医院外的帐篷区 如果没有病我就别人就在这边 好像是医院的那里面一样 疫情升温 医院床位难求 医疗量的明显不足 长辈在风雨中等候医治 让人看了实在心疼 记者朱丁龙 王毅德 基隆报道